人知初性本善,名利场上许多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,本心早已不知何所,但最终赢家仍属于那些坚守本心且善良政治的人。 本期的歌带来电影《狄兹先生》,布莱克先生有着富可敌国的财产,为了完成梦想,他永攀珠峰,却以生命为代价,冻死于珠峰上。 布莱克先生去世后,公司急忙寻找他的继承人,最终找到他的侄儿狄兹先生。 曼德拉战人们热情淳朴安居乐业,生活美好与和谐,笛兹为人善良正直,经常帮助他人,因此深受居民尊敬与喜爱。 切克与安德森乘着直升飞机去找笛兹,告诉笛兹他舒服去世,有他继承了400亿美金财产的消息,笛兹收拾好行李来到纽约,笛兹带任何人都友好和善,他平等对待舒服家的仆人们,与每个人都相处融洽。 很快笛兹与曾贴身服饰舒服的男仆艾米里奥成了好伙伴,笛兹的出现让许多媒体工作者虎视眈眈,大家用尽各种办法,想得到关于笛兹的消息。 节目深入追击的负责人Mark希望挖到独家情报,得知笛兹还是单身汉后,Mark便派漂亮的记者贝比去接近笛兹。 某个夜晚,贝比特地理发打扮,一如一位高贵优雅的名媛,笛兹外出用餐。 贝比的男同事假装冒犯贝比,贝比大声呼救引来笛兹英雄救美,笛兹被贝比的美丽所吸引,他真诚地介绍自己,并邀请贝比攻进晚餐。 贝比骗笛兹说自己来自爱荷华,并随口编了一个小镇,说自己在那长大,现在是一名护士。 贝比与笛兹相聊甚欢,有几个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注意到笛兹,邀请笛兹与贝比攻进晚餐。 但名人们对笛兹的见识感到不屑,嘲笑他所做的诗令笛兹尴尬。 笛兹顾及贝比的感受一人赞人,准备离开时大家又再次嘲笑他。 贝比表示自己不介意,于是笛兹出手把几位名人狠狠打了一番,事后还不忘出钱给服务员道歉。 之后笛兹遇到一位网球手,二人共同醉酒作乐,但笛兹不知道, 他今晚所做的一切都悄悄被贝比藏在身上的摄像器所拍摄。 第二日,这些消息被深入追击,添有加醋地报道于电视中。 笛兹邀请贝比一起用餐,出门前笛兹发现了舒服的笛记, 他将笛记带在身上,并细细翻阅。 笛兹与贝比分享舒服日记中的事, 贝比也继续编造着自己的故事,说小时候住在维多利亚市的房子里, 蓝色的百叶窗,大门是红色的院中还有一架球签, 这些细节都被笛兹记住,笛兹还鼓励贝比一定会实现想当记者的梦想。 突然,二人身后响起消防车的警报声,热心的笛兹闻声赶去帮忙。 着火的大楼中还有一位女士上位救出, 但女士担忧自己遵养的七只小猫,而不愿跳到坦跳床上, 笛兹对消防员说自己是曼德拉正的义务消防员。 接着伸手绞结,如猿猴般攀杆走壁,从窗户进入女士家, 他帮助女士成功地救出了七只小猫, 最后与女士两个人共同跳到崩床上得以获救。 而这一切再次被贝比携带的摄像器所记录, 第二日负责人Mark却将拍摄内容删减, 以笛兹虐待猫并祸害女士的报道公之于众。 笛兹明明救了人,却被冤枉是个无恶不作的人。 打网球时,笛兹向切克介绍自己的女朋友, 并表明自己考虑着学习如何管理公司。 切克正郁闷时深入追击的制作人邀请切克与他们合作, 并告诉切克,笛兹的女朋友是他们公司的员工。 之后笛兹竟真的找到了贝比所编造的那个小镇, 并带着贝比前往他所以为的贝比的家乡, 以及贝比所说的他所住过的房子处。 当晚二人即将分别时,笛兹向贝比告白, 贝比感动的礼花待遇,忍不住亲吻了笛兹并向笛兹道歉。 他惭愧于自己欺骗了如此善良单纯的笛兹。 第二日,笛兹向Mark表示了自己爱上笛兹, 不愿意再欺骗笛兹。 与此同时,笛兹决定向贝比求婚。 他在篮球馆精心准备了音乐、求婚晚餐和戒指。 准备求婚前,还拉着艾米里奥紧张地练习着告白的对慈。 一会儿后,切克和安德森在篮球馆假装寄予笛兹祝福, 并提示着笛兹现在是深入追击的开播时间, 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篮球馆上的电视。 电视中Mark在节目里讲述着贝比欺骗笛兹的事。 得知真相的笛兹失落沮丧地离开, 笛兹收拾行李,签了合同,并将财产捐给慈善机构, 心灰意冷地回到曼德拉镇。 贝比追到曼德拉镇想挽回笛兹,并告诉笛兹自己的真心。 贝比到鬼眼家找笛兹,此时正值冬季,地上满是厚厚的鸡血, 贝比快到鬼眼家时突然踩了空,落入了湖中。 他大声向笛兹呼救,正要离开的笛兹听到呼救声来到贝比落水处, 以为贝比要拍摄素材,不以为然地讽刺他。 但贝比挣扎着,渐渐沉入水中,笛兹发现不对劲,便上前仔细瞧看, 发现贝比是真的不小心落了水。 笛兹赶忙用自己曾因当兵受伤,而以无知觉的脚将兵敲碎, 把脚伸入湖中让贝比抓着他的脚上来,贝比成功获救。 贝比恳求笛兹原谅他,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他, 但笛兹表示自己连贝比是谁都不知道而拒绝了他。 布莱克的公司即将被拍卖,这将导致公司解体以及大量员工失业。 为阻止这一情况,笛兹提前买了一份公司的股份以及股东大会的发言权。 股东大会上笛兹向大家权衡金钱与权利的利弊, 并让大家回忆起自己儿时的梦想以引起功名, 使得大家穷实本心,以放弃此次公司的拍卖。 但切克掌握了51%的股份,以一人之力驳回了笛兹的全说。 眼见的拍卖即将结束,贝比及时出现。 他通过布莱克的日记,调查到布莱克曾经与一名女仆有一段感情, 并育有一子,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布莱克身边照顾他的男仆艾米里奥。 艾米里奥才是400亿美元的继承者,笛兹所签署的合约并不奏效, 于是艾米里奥解雇了切克,保住了公司,并给笛兹10万美金作为报酬。 最后贝比向笛兹解释这一切,并真诚地介绍着自己, 请求笛兹给自己一个机会,证明自己是爱笛兹的。 两人重归于好,回到曼德拉共同经营着披萨店, 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人性之可贵莫过于天性之纯良, 人性本平凡,却因真诚善良等美好品质, 而光彩夺目,意义生辉。 不论是生存竞争中,或是阶级斗争中, 利益与实力原则似乎早已替代道德原则。 某些情况下,一味地坚持自己的原则, 持本心,行善事仿佛是一种很傻的行为, 但人们不会排斥善良, 从本质上而言,人们还是喜欢善良,并向往善良。 善良能让人们拥有幸福,能让彼此和谐相处, 能使人心相连,增进彼此的距离。 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中, 我们不否认自私和利己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, 但不代表人活着就应该只为自己, 愿你我都能保持本心, 以善良代己代人。 那么今天到这儿啦,我是立歌, 远走登展,照亮你心。 吃晚餐 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